一位母亲在夜晚背着熟睡的孩子在街上卖气球 一晚上都没卖出去 这名女子很难过 忍不住掉下眼泪 又怕被别人看到 不断地用纸巾擦流出来的泪水 而这一幕却被苗先生看到了 她觉得女子生活压力肯定很大 于是上前问 孩子都睡着了 吃饭没有啊 您把这些气球都卖给我吧 女子本来是沮丧着低着头的 看到男子过来马上擦掉眼泪 可一听男子说的话 泪水又躲筐而出 苗先生更加同情地说 你算算多少钱 我都要了 女子想了想问 你买这么多的气球 家里有那么多孩子吗 苗先生听完愣了一下 没有想到女子这么善良 明明自己过得不如意 还担心别人破费 苗先生说 没事 我可以买了分给附近的小孩 您跟孩子赶紧回去吃点东西吧 女子听了之后 眼泪一下就喷涌而出 她不断地鞠躬感谢苗先生 事后苗先生说 希望这点温暖 能让女子坚持下去 其实每一滴眼泪 背后都藏着一个心酸的故事 都说 微母则杠 女人瘦小的身躯 悲弃的是生活 手里拿的每一支气球 都是她对生活的希望 而苗先生的做法 也真的太善良了 在寒冷的冬天 温暖了那位母亲的心 希望大家都能够善待 身边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成为别人 黑暗路途中的一盏明灯 我看你 我应该要想得到来 我应该要做